各位好 我今天是很想分享一件事 就是 我今天剛剛做完手術 做一個局部麻醉的手術 我很想分享這個 關於痛的感覺 但做的手術和這頂帽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這個是保護著我的頭髮 因為我從之前生病開始 那我就瘋了之後 我想是脫了很多頭髮 那這幾個月就很努力 希望能夠長多一點頭髮 那我開始用各式各樣不同的方法 包括其中一個就是 找絲的帽子去抖著自己的頭髮 讓頭髮不要因為睡覺的摩擦 而令到它會斷 那我今天說的不是關於這件事 不知道為什麼說了這件事 那我是想說局部麻醉這件事 嘩 真的很想分享一下 我不知道 會不會有人看這段影片 但我覺得很驚訝 那部麻醉最特別的地方 其實我上次已經試過一次的那部麻醉 今次是第二次的那部麻醉 我可能是要喊出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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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昨晚因為很擔心 不是很擔心 應該很緊張 所以變成4時才睡覺 找回一些記憶給醫生看 所以在一個情緒的飄忽波動下 再去挑戰這個痛的體驗 就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都不知道應該可以用什麼形容詞 真正在挑戰我痛的體驗 它是感覺到有些工具在裂 刺刀 叉 各樣 亂線扯 蚊子 拉 這樣吧 我覺得超過抽醋 但是就真的 我覺得很驚訝 真的很驚訝 尤其是醫生幫我做幾個小時的手術後 他7時半還有一個手術 然後我就真的覺得 嘩 我做完手術後很累到爆炸 他還有下一個 我真的覺得 他真的很厲害 而且他真的很喜歡開刀 我今天做了一件很低能的事 我今天戴了一個袋子 是我自己亂的 然後我給他看 我想要配襯今天的影片 然後 因為今天他要亂的東西 他亂我 所以我戴了一個袋子 我自己亂的 我知道我很無聊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說這件事 這樣 無論如何 但我就很感謝我的好朋友 很感謝Sally站來接我 然後很感謝表姐賣東西給我吃 這樣 我現在決定要再睡覺 這樣 這樣 希望 大家會 可能如果有我這樣的情況 可以大家一起聊一下 這樣 多謝 Good night